我小刚这个单元就叫做这个玩家论表 那我们就来 玩家论表 我老不都没名吗 影片开始先的先感谢一下这个 今天小刚用的场地是在这个 Time and Motion 这个Prabica 吉隆坡这边 那一间这个 钟表是非常的专业 那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 这个弄表非常专业的一个师傅 介绍这个今天小刚在这边用的这个场地 Time and Motion这间店 怎么对于钟表有疑问 是要维修保养的都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那今天 我小刚这个单元就叫做这个 玩家论表 那我们就来 玩家论表 我老不都没名吗 今天邀请到 Chris 就是小刚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一个 收藏家 那今天小刚这个单元就是想 有机会 跟多一些这些收藏家 或是玩家 或是我们所谓这种玩表的朋友 多一些交流 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在马来西亚我们玩表的朋友呢 的一些玩表的这个 心路历程 这样子 那你可以找周星红吗 我 我是做 property 那些 project 的头 就是在 tender project 就是在 property 这一行 发行的 是 依我手机 他是马来西亚 非常出名的一个论坛 论表的论坛 那也是一个算是 你总是一模 这是 ex-moderator 还是现在都是 moderator 我是 moderator 但是没有好感觉 因为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转的那个平台 返回过去 Instagram 和投资的视频 还有很多小小的 discussion group 在 Whatsapp 等等 Chris 在这个钟表 接晚表的这么多年 也是为这个我们玩表的这个表业在马来西亚 也是付出了非常多 那其中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 Malaysia Watch Forum 也是非常早期 创立下来的这个网站 所以这边也是个人觉得 非常在这个玩表的界当中 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在这里都跟大家分享 Chris 自己都有一个 Instagram 和 IG 的一个 profile 一个网页 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 其实它真的对表很有热情 可以拍了一些 Macro 照片也好 或者一些很特别的自己的收藏 或者一些 Watch 的 collection 都很特别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这个很漂亮的 IG 的 page 那你玩表表 其实玩了多少年 大概有 最少应该是十五年 哇 十五年 你还记得你第一个表表 是哪一只表表呢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我第一个机器表是石膏5 原来你买过石膏5吗 是的 十五班 我哥带着我去 一百六十块马子 苏州回来 咦 没有电池 看着那些机器 哇 很厉害 不过不是 由那时候开始就去研究 Vox 二代是刚刚的 Internet 我们开始去半夜不睡觉 看 magazine 先看看 我的行业 那时候我还在做 project executive 开始看到一些收入好一点的 contract 带着那些 那时候 彭尼拉的早期 刚刚开始 那时候就开始 原来 Build 有这么特别的款式 on and off 我们都会去思考 你开始喜欢什么 因为 taste 会随你 人烙了 表你烙了 你研究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开始会不一样 因为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以前你可能 可能是 pure design 可能追一些牌子 到可能你开始去 appreciate 一些 design 和一些 finishing 所以一定会变 今天我拿这个来 我早期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 project watch 那就是我们 拿一些机身来改 拿一些陀标来改 这就是其中 我做过很多的 project watch 有些是和一些 brand 一起小 brand 去合作做 卖给Malaysia Watch Forum的 members 好像这个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 最值得玩的就是 那些美国的陀标 我贪爽拆了那个标面出来 找我一个画家朋友 帮我画了标面 所以我变成一个龙面 这个龙面也是手工画的 手工画的 哦 就是不是那些 中国卖 不是啊 这样很特别 机身又是一个 Hermidon拖标的 嗯 美国做拖标 是最多的时候 其实是很漂亮的 是早期过瑞士 早期的 所以第二个 这个你跟我说一下 因为这个牌子 我真的没见过 这个又没有写牌子 这么凶吵吵吵 我真的没有写牌子 有啦 我唯一看到的 M.I.H.这个字 这个不是一个牌子 M.I.H. M.I.H. 这个名字是一个中标的M.I.H.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 之前一个 在Yulizina Dien的一个高层 所以他 退出了之后 他就接手去做 管理这个M.I.H. 筹钱去收复 维修一个座宗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叫 Paul Gabor的独立制标师 和一个不是做中标的那些 industrial design OKOK 做一些专业设计师去设计了这个标 还有用了他的IG 所以这里有Date Date 有Month 有Am 和PM 即是你这一支标 有这么多 是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Date 有Date 有Month 有Am 有PM 即是所谓的什么 好像是Bitcher Anno Glenn 也好像是这样 这个代表师的时候 这个代表师是一个很出名的鬼才 所以如果你听过他的名字 他很出名就是帮Paul Gabor 所以他就会改了那个 那些轨轨的链出来 所以这一支轨轨轨是有链出来的 但是可以改的 所以这个鬼才 当他接了这个项目后 所以他就说 OK 要推动这九个轮 需要一些动力 所以他就 这个是这个项目的 所以他就选了 7750做基因的机身 Wao Ju 但是他又不想浪费了 那个横竹的lab 所以他也是不想破坏 这个所谓的minimalist 我不想破坏 这个设计的 而且比较烫 had a hard 他就将这个 谷底延置的 30分钟的 所以就不会破坏整个手鼓的设计 然后他就改了 Monoph stencil 然后 OK 所以你问我是一个很特别的标 我猜不到这个这么减厉的标准 我猜是那些SW 里面有 Monobusher Monobusher的Chronograph 有Anne-Landr 还是用7750改的 我真是看不出 而且它是用9个部分来造成Anne-Landr 好像当做一件事 这个做先事 这样去支持 很有意义的支持 我觉得不是每个玩标的人都舍得这么做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值得鼓励 我真是很佩服 很欣赏你 下一个你带过来给我们欣赏的标 你想跟我们分享哪一款 这个也挺特别的 这个我看了很久 这个好像石头 这个好像Gentle 这个真的很闪 对手 这个叫石头Galante 有些就叫石头Galante 所以它都是属于 Higher Range系列的石头 所以用的是 Gran石头的机身 它虽然是Standard Steel 但是它几乎 你看到它的 側面也好 链也好 它创造了所谓的某些发砂 所以有很多的切割面 很多的側射面 所以全部都是 所谓的 Satard Steel Polishing 就是Highly Polish的 Miller Finishing 这个是GMT的 GMT的 机身 所以GMT的第二市 第二市区的机身 你看到的 这些是刀割出来的罗马数字 其实不是花纹 这个是3692 所以你转去 你不说 1,2,3,5,6 一个V92 我一个很好奇就是 它的机身 因为Gran石头的机身 即是Spring Drive 也好 或者是GX的 很出名的机身 一般上它的打磨 是做得很厉害的 嗯 但是这个 它就很minimalist 你看看 它的Base Blade 它用它的Base的机身 没有什么打磨的 就做到 你一看下去 你不认真看 你真的不觉得 它是一个 GX 一般上会做的机身 对 第四支 我看到这支也很特别 这个 我也看过 其实这个是不是叫 一个My God Brand 叫Gorilla 没错 名字是叫Gorilla 但是它所有的Team 你看它的名称是用那些 美国跑车的名字 是的 我觉得整个设计 都很薄一点 对 Fastback GT 好像叫Fastback GT Drift 所以全部是美国那些 载车的名称 然后你看它的用料 看到一些 Metal的 其实全部是Titanium 整个手标是不重的 因为中间 最主要的Case 是Forge Carbon 大家都知道Forge Carbon 高级材料 很贵的标 才会使用 然后 最上高 Bezil 整块 是Ceramix 我吸引 我会买这个标 你问的问题是 我本身很喜欢 所谓 我们叫Wondering Hours 这个是Base 一个Swiss 224 机身 所以对我来说 很喜欢这个设计 很漂亮 这个我都懂 这个我不懂 这个不懂 不要说标 所以你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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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我认识 Urban Jürgensen 是不是 所以你为什么 开始知道Urban Jürgensen 让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我 我看了很多 我做频道 我认识 我认识 Independent Watchmaker 好像 Maurice Grossman Depatun 很少 都有留意到 这个Urban 我看 外国 YouTuber 有说到 才开始 慢慢了解到 所以我刚才说 包括 Urban 比较 independent 的 high-end Watchmaker 这个Build 这几十年来 都没有生产很多 是很少量的 到他 这一轮被Carrie收购过后 我听说 EEE 这几年 这些Modern的Urban Jürgensen 都得 如果我没有听错 是做不到2,000只 一年 不是 这几年 这几年 总共都不到2,000只 都不到2,000只 我第一眼 我不爱讲他的牌子 讲他的设计 我很喜欢 因为有很重的复古味 所以我才会买它 好像这些Teardrop的Lux 这些比较有D-Layer Case 尺寸也刚刚好 这个Brigade style的Numerable 这个也是很漂亮 这些Applied Index 浮面 每粒都是立体 圆的 全部抛光 然后这个指针 蓝钢 然后这个好像 Lolibob 它们叫Observation 这些是 这些就是 Independent Watchmaker的精髓 整个机身 打磨 打磨 真的很优质 手工真的很漂亮 好 最后一粒 我很出名 但我也是 卖不到 哈哈哈哈 好 和我们分享一下这粒 好 这个名字我不读了 你自己来和大家讲一下 Wook Wook 一说到Wook 这几年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属于很早期的 Independent Watch 现在也不是Independent 也很厉害 虽然说都是Independent 但是 依然是 光明气 明气大 其实不是今天才大 其实很大 这个其实是 十几年前 其中一个 我的Dream List 即是你现在能够到这个Dream 我用了十年来 能够到这个Dream 可能 埋了几粒Low 才能够到 Wook Wook 它的Lead 我就说这一只Dream 它有什么特别 本身来说 Wook 很多看时间 都是所谓的Wondering Hours 所以整个牌子二十多年了 然后 这一只 就是由103 当它们开始去改善设计 将103 因为不要带 很多103 它向下 很长的标 把它转过来 所以 整个 好像一个space ship 这样的设计 这里是很薄的 其实很特别 就是 你穿长袖衣服 也好 你踏进一半 你依然看得到那个时间 几多点 几多分钟 是很容易读时间的 让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些短片 你就可以看到 我拍了一些timelapse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时间 如何行 其实它还有秒针 在里面 还有day and night 的indications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feature 就是那个service 的那个meter 所以如果你带三年多 你行足 那么多 直到红色的时候 你又要回房 回收 真的好像做到车 那样 手标 你说 手工多漂亮 那些都可以train 可以去学 可以去浪费时间 做 只要别人给得起钱 你可以设计灵感 才是最重要的 是 这个真的 所以如果你回想十年前 除了要设计这样的机身 每一个part 你自己要很特别地做出来 然后 有些生产厂家 做一些supplier 做一些case 全部都是 不是一般的 这些东西来说 是很特别的 包括你看它后面 都不是我们看惯的 这样的转托 所以这个是两个 叫train turbine的winding yes but it's automatic 全世界 20粒 是吧 20 pieces worldwide 如果你熟悉 Wook 或者很多独立代表师 原本年产量都不多 好像Wook 年产量是百多粒 它充满了十几年 都是一年生产150只 今天 那么 今集 就是Chris 和我们暂时分享他的收藏 下次希望 还有机会看到你的收藏 一定有 我记得你好像有些 Hmose 不知道 一些很 没什么机会看到 所以希望在这里 都可以分享给朋友看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大家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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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